现在萧盛一直念着秦为浅,我还听她说,等老夫人病情好了,直接就把秦为浅接回去,到时候,你的房间就是秦为浅的了。 老夫人虽然现在看起来蛮不讲理的些,但只要有人稍微跟她讲一讲道理,特别是老爷子,他们俩这么多年了关系这么好,肯定会说服老夫人接受秦为浅。 顿了顿,李谦谦瞥了秦婉儿一眼,你要是不赶紧除掉秦为浅,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都将不复存在。 秦婉儿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,这就受不了了,想想萧金云,你这段时间这般陷害她,如若不是她怕气到老夫人不敢做出出格的事情,否则你觉得你能这么嚣张地活到现在? 哎,够了,我倒了,你和你母亲就等着被赶出国外流放吧。 哼,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,我可是萧家的表小姐,跟你不一样。 秦婉儿也就笑笑不说话,她和李谦谦其实是一样的,秦婉儿害怕秦为浅会阻碍到她的前程,所以不得不除掉秦为浅。 至于李谦谦,她本身就只是一个表小姐,想要回到萧家分财产,必须经过萧金云的同意。 没有了萧家,李谦谦什么也不是,秦婉儿有自己的公司,只要她稳住这段时间从萧家捞到更多的钱,那么她后半辈子就稳了。 秦婉儿的车子缓缓地开进一家私人医院。 你来这儿干什么? 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,戴着鸭舌帽和白色的口罩,从医院里走了出来,递了一个小瓶子给秦婉儿。 秦小姐,这是一个月的量,用粮我写在瓶子上了。 谢谢你,这是要的钱。 秦婉儿从包里头,拿出了一塌厚厚的钞票递给男人,关上车窗之后,直接就把车给开走了。 这什么东西啊,好东西。 秦婉儿将药品递给李千千,李千千左顾右盼着,上头什么说明都没有,她更加的疑惑了。 到底是什么? 能让人精神萎靡,产生幻觉的东西。 李千千大惊失色。 你想干什么? 你想把这药用在谁的身上? 这取决于你,这是给你买的。 给我买的? 为什么要给我买啊? 你觉得萧金云和萧长林,如果都是好好的,他们会把萧家的股份给你们母女吗? 这要用在萧长林的身上? 可是我平时根本见不到她。 萧金云不是人吗? 只要她闭嘴了,闹不起来了。 你觉得萧长林还会有心思来对付你和我吗? 大家都知道萧长林这些年来一直宠着萧金云。 如果萧金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她那老东西肯定会围着萧金云转。 只要萧金云废了,萧长林也就不足挂齿了。 李千千握着手中的药瓶子。 这药的后遗症是什么? 没什么后遗症,最多神志不清,生活不能自理,无法生育。 这还叫没有后遗症? 这有什么?又不是用在你身上,你激动什么? 这东西不管用在谁的身上都不太好吧。 若是用在萧金云的身上,她这辈子岂不是毁了? 就算治好了,生育功能也会受损吧? 你还指望萧金云生个孩子来抢萧家的财产吗? 她生不出才是最安全的事情。 李千千仔细想想,觉得她说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,算是默认了。 坐着秦婉儿的车回到萧家,萧金云果然在家里。 金云姐姐,有事儿?二伯呢?公司?你找她有事? 没事。 李千千摇头,跟在萧金云的身后进到她的房间里。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?又想打我什么主意? 秦婉儿让你过来的? 我和秦婉儿不熟。 哼,我看你们熟到都快能抱在一起睡觉了,还装不熟呢。 满身都是那令人作呕的熏香碗,当我鼻子失灵了。 出去! 就算我现在和秦婉儿走到一起,也爱不着你吧。 你是没爱着我,我也没说你爱着我了。 不过,这是我的房间,你身上的蜡猪肉瓦实在是臭,别把我房间给弄臭了。 出去,有什么事儿洗干净了再来问。 最后李千千是憋着一肚子火离开的,走的时候恰好碰上了给萧金云送牛奶的佣人。 站住,表小姐好,这牛奶是金云的吗? 是的,大小姐最近体虚,老爷吩咐每天给大小姐热一杯温牛奶。 给我吧,我去送给金云姐姐。 对不起,表小姐,老爷说了,大小姐的东西不准任何人经手,请你不要为难我。 我还能害了金云不成。 对不起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要送过去了,晚了牛奶就凉了。 我看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,你觉得我会伤害到萧金云。 我没有,绝对没有,表小姐就是给我添大的胆子,我也不敢往这方面想。 用人都被吓坏了,就差跪下身来为自己刚才说过的话道歉。 李千千却是趁着她低头道歉的空隙,将一颗小小的药丸投入到牛奶当中。 药丸立刻运散开来,四周起了很多的泡泡,不过片刻, 那些泡泡就都消失了。 算了,我不和你一般计较,把牛奶送给大小姐吧,务必要亲眼看着她喝下去,懂吗? 是。 用人非常麻利地端着牛奶就跑了,萧金云见她如此慌张的模样。 怎么回事? 表小姐刚才拦住我了。 她没事拦着你干什么? 说是想要代替我,亲自送牛奶给你。 哼,她还真是够不要脸的,都被我赶走了还这般厚颜无耻。 萧金云冷哼一声,看了一眼牛奶。 她碰过吗? 没有。 没有最后,以后我的东西都不准她碰。 好的。 萧金云沉着脸颊,一口气将牛奶一饮而尽,走廊里非常的安静,没什么人,也没有人发现李千千没走。 从这个角落是可以看到萧金云的房门的,看到用人端着一个空杯子走了出来,李千千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包。 秦婉儿说,这里头是他们两个人这一个月的量。 秦婉儿其实想让她同时对萧金云和萧长林动手的吧,真是一个恶毒的女人,不过她喜欢。 萧金云现在还这般地受宠,有一半因素是因为她过于优秀,天生就是天才设计师的萧金云,哪怕没有萧家,也能吃得开。 所以只要萧金云是个健全的人,依旧是萧家继承人最有力的竞争者,但倘若萧金云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,李千千一想到这儿心情忽然大好。 许妍今天把豆豆送回家之后就走了,豆豆一个人在家,我不放心。 那我去把豆豆接下来,再送你回家。 可以,到了秦威浅家里,今晚许妍不在,我留宿。 不行,客房全都是她的东西,我不能放你进去。 我和豆豆室你房间,你睡徐燕的房间,家里有食材吗,我给你们做晚餐。 没有,咬到咬到风叔叔,我们家冰箱好多食材,什么都有。 我好久没吃风叔叔做的菜了,我想吃拉纸鸡,想吃啤酒呀,想吃牛排,可以吗? 豆豆一听风酒词要下厨,高兴地马上跳起来。 这就是你说的梅菜,秦威浅哑然,莫名其妙的,就想把豆豆这小混蛋塞进肚子里头,但怎么就生出这种小坑货了? 厨房里乒乒乓乓乓地直响,又是切菜洗菜,所有的活儿全都让风酒刺一个人干。 豆豆就在一旁打下手,给妈咪做好吃的。 房间厨房小,勉强地过站一大一小,秦威浅也没法进去,打开电脑,给肖金云发了一封邮件。 策划案我已经写好了,你看看哪里有问题。 顺便给肖金云打去了一个电话,想了很久肖金云才接听,声音很是疲惫。 我让副总看了,明天给你回复。 你自己不看?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你就很不舒服,争不看。 是睡吗? 有点,浑身使不上劲。 你该不会怀孕了吧? 你疯了吧,我怎么可能怀孕,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 刚从医院检查研究回来,没查出什么问题,说是让我回家休息几天,这段时间不要看电脑和电子设备。 肖金云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,让原本有很多话想说的秦威浅硬生生地又把话给咽回去了。 那你好好休息,这段时间要小心秦婉儿,他这个人,不达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的,你小心身边的人被他利用。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秦婉儿了,倒是李芊芊那个烦人精一直在烦我。 你放心吧,我最近谁也没接触,秦婉儿和李芊芊他们都不敢在我面前撒野,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都是躲起来的。 那你也不能高兴得太早。 好了好了,我不跟你说了,真的好困呐,脑子好疼,怎么这么疼啊?我不跟你说了,我睡觉去了。 在之后,秦威浅听到肖金云呼呼大睡的声音,发现肖金云打呼噜声真的特别大,以前好像没这么严重的,可能是太累了吧。 妈咪,快长发,我们可以吃了。 风九子给秦威浅加了一块肉,尝尝。 嗯,挺好吃的。 以后下班回来,我跟你做。 那不用了,麻烦。 风叔叔,不麻烦的,一点都不麻烦。 反正风叔叔晚上回家,也没什么事,倒不如在我们家一块用碗餐。 这个好好吃,嗯,那个也好好吃,我好喜欢风叔叔下厨。 吃你的菜,闭你的嘴。 我听豆豆的,以后下班早了,就过来做晚餐吃。 好,哪里好了? 豆豆察觉到秦威浅生气了,牛过头小声地说。 猫咪,免费的厨子不用白不用,身价千亿的大老板亲自给我们下厨,说出去多有面子。 这世上这么傻,这么蠢的男人,就只有风叔叔一个了。 咱们用它吧,它做价可好吃了。 秦威浅想了想,觉得豆豆说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 猫咪,风叔叔厨艺比上次有所长进,你尝尝味道是不是变得更好吃了? 还行。 那就对了,让风叔叔来我们家吧,我们家就缺少这样一个做价好吃,就不用花钱还能倒贴的人。 坐在对面的风九慈英气的剑梅轻轻一挑,心想,这小崽子说话虽然是有点难听,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挺舒服的。 喜欢吃就多吃点。 风九慈似笑非笑地就给豆豆加了一块肉, 豆豆甜甜地冲着风九慈咧嘴一笑。 谢谢风叔叔。 怎么样,好吃吗? 风叔叔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,我好喜欢风叔叔做的菜。 那想不想以后一直吃啊? 想。 好,那就叫你妈咪收拾行李跟我回家。 至于你呢,回去给我当儿子,以后你们的一日三餐我都全包了。 怎么样? 风九慈循循循善诱,沉稳好听的嗓音充满了诱惑。 好像给风叔叔当儿子好吃挺多的。 那是自然。 风九慈得逞的一笑,没想到豆豆这小东西最近对他的态度真是好了许多。 不过,不过,比起给风叔叔当儿子,我更想跟风叔叔当兄弟。 秦威浅一时没忍住,你再说一遍。 我想跟风叔叔当兄弟。 风九慈太阳穴偷偷地直跳,额浅的青筋也隐隐抱起,压着脾气问,为什么要跟我当兄弟? 因为风奶奶说过,只要我进了风叔叔家里,是可以继承风家的财产的。 风奶奶要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。 我去了风叔叔家,也去少爷了。 那风叔叔也是少爷,我也是,我们不就是兄弟吗? 那我就是你风叔叔的阿姨了。 对,没错。 好儿子,就这么定了,下次见了你风奶奶,就直接让他认你当干儿子。 好。 你们两个当我是死人吗? 一声冷力的质问,杀气十足,但他们丝毫没什么悔改之意。 风九慈甚至能够明显地感觉到,这两人好像正在偷笑。 还笑,再笑,小心我打你屁股。 风叔叔这么凶干什么,咱们以后是要当兄弟的人。 秦为浅,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。 我觉得豆豆说的没有错,你看,这又不是我们自己胡说八道,是老夫人当初亲口承诺过的。 你既然那么喜欢豆豆,跟他做兄弟也是可以的。 动了顿,秦为浅笑得十分的奸细。 不过,你和豆豆做了亲兄弟之后,我再当你的助理就不好了,我应该当你半个妈。 你既然胆子这么大,不如生个二胎。 到时候你再问问我这个孩子的父亲,你想当什么? 不用了,我暂时没有生二胎的想法。 我有就行了,你就负责生,剩下的我来做。 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,说要是我放在桌上,我们家没有床给你睡。 我今晚就在这儿留宿。 没地方给你睡。 睡你,睡你的床,顺便和你探讨一下生二胎的事情。 态度真是太强硬了,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。 后来吃饱喝足了,秦为浅也不想搭理风九辞。 他真的害怕风九辞有什么大胆的想法,以至于最后收拾餐桌的是风九辞的,洗碗擦桌子的全都是他。 不过这些事,风九辞做起来很手生,还要豆豆在一旁教风九辞怎么做。 再然后风九辞就被豆豆给骂了,关键是豆豆骂人时还挺像是那么一回事的。 秦为浅在房间里都能听到豆豆对着风九辞呼来喝去的声音,原本他还害怕风九辞心情不好,一脚就把豆豆踢到墙上,抠都抠不下来。 偷偷往门外看了一眼,他惊奇地发现风九辞态度竟然挺好的,对豆豆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,倒是真的有点慈父的样子。 什么?慈祥的父亲?从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两个字,秦为浅一下就被吓到了。 秦为浅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疯了,怎么就会想到慈父这两个可怕的字眼呢? 他下意识地朝着风九辞身上望去,他在心中告诉自己,像风九辞这样的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,又凶又霸道又蛮不讲理的狗男人,平时就知道欺负别人。 这样的男人如果结婚了肯定是个家暴男,平时在公司里对自己忽来呵去的,刚才和那么凶巴巴的跟豆豆说话,一看结了婚有了孩子也是虐待孩子的人。 可是转念一想,秦为浅的心却沉了沉,他忽然想起了风九辞办公室里的几张照片,毫无疑问,那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他的办公室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风九辞和豆豆长得真的很像,特别是他们的侧脸,几乎就是一个母子里头刻出来的。 虽然秦为浅很不想承认,但这就是一个事实。 难道说…… 他很想否认,但除了这之外,他真的想不通风九辞为什么要对他们母子俩这么好。 虽然秦为浅知道风九辞的脾气不好,但明眼人都知道,风九辞是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,不仅长得好身材好,就连家事在云城也是极好的。 这样万里挑一的男人,全国找不出几个的。 多少的名媛千金做梦都想嫁给风九辞,这样的人说娶不到媳妇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可风九辞为什么要缠着她呢?真的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吗?可她也没好看到哪儿去吧? 逗逗,你喜不喜欢我呀? 还行吧,一般般喜欢。风叔叔是觉得我刚才的提议不错吗? 大错特错。那,我以后可是要当你爹地的人哦。 这不太好吧。 我本来就是你爹地,听得这话的秦薇浅内心狠狠一颤,睁大眼睛望着男人的背影,而逗逗也同样非常的震惊,两只闪闪发亮的大眼珠子都快变得同龄一般大了,一脸轻压。 风叔叔怎么可能是我爹爹呢? 虽然我们长得特别像,但你像是想当我爹爹的话,我还是要考虑一下的。 我当你爹,你还要考虑啊,小东西,你知道有多少人都做梦想要当我儿子吗? 那风叔叔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当我爹爹吗? 不知道。 起码有好几十个吧,这些人都想当我爹爹,都是我妈咪的追求者。 风叔叔想要当我爹爹的话,那肯定得娶我妈咪的。 可你这样子,我妈咪也看不上你。 我这样子?怎么,我很差劲吗? 不是风叔叔差劲。 嗯,其实这种事情也怪不了风叔叔,我知道你心里也很难过。 但是吧,这男人生不出孩子的话,不管跟谁结婚,都会被嫌弃的。 虽然风叔叔长得好,有钱有权,但这男人结了婚,总归是要回归家庭的。 像风叔叔这样天天在外面,也在外面浪的男人,一看就不守难得,还生不出孩子。 这样的人再有钱,也是会被嫌弃的。 所以风叔叔,你还是不要来祸害我妈咪了,我妈咪要嫁给一个正常的男人。 逗逗叽叽歪歪地说了一大堆,把秦为浅都给逗笑了。 至于风九祠,帅气无比的脸颊越来越沉。 秦为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,风九祠的半张脸几乎都快扭曲到一块儿去了,光是看着侧脸就知道他气得不轻。 这逗逗还真是的,秦为浅悄咪咪地准备关上门,出来。 我困了,我想要睡觉,今晚你和逗逗睡主卧,我睡客房。 我让你过来,你没听见吗? 秦为浅则是非常无奈地走了出去。 风九祠憋了一肚子的火,这些话全都是你跟逗逗说的。 什么话?我什么也没和逗逗说。 不是你教的。 那他这么小一个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? 我不行? 哼,我生不出孩子。 秦为浅,既然你没法好好教育我们的儿子,那就别怪我拿事实告诉豆豆了。 休长的手,呼得一下勾住秦为浅心细的腰身,秦为浅被吓得脸色煞白。 哎,你,你干什么? 今晚豆豆睡客房,我和你睡主卧。 我,我,我,我习惯一个人睡觉。 我不习惯。 我错了,我知道错了,你放过我好不好? 我明天还要早起给豆豆做早餐。 不好。 风九祠的怒气未消,他想起平日里秦为浅怎么教育豆豆的,一下子很生气。 这女人是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。 风九祠的欲望、贪婪还有愤怒,全都写在了脸上。 秦为浅意识到风九祠这回是真的生气了,心想豆豆怎么竟是给他搞事情啊。 他的腰就被男人搂搂紧紧的,秦为浅想朝着豆豆求救,谁知道豆豆竟然自己跑到客房关门睡觉去了。 秦为浅当场都懵了。 这小崽子,舍了事就跑? 我错了,我以后一定好好教育豆豆,绝对不让他冒犯你,你放过我好不好? 不好。 那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我? 等你怀孕的时候。 怀孕? 秦为浅感觉自己跟风九祠真是没话说了,而那讨打的豆豆这会儿已经把客房的门锁得死死的。 他就是不出来帮忙,你别把门给锁上呀。 他要是把门锁起来,今天晚上风九祠到底睡哪儿啊? 秦为浅气得牙根痒痒,可他个子又小,力气也小。 风九祠一用力就几乎把他整个人都揉进肉里去了,他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了。 秦为浅一下子慌了,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随后转念一想。 医生说我身体还没恢复,你要是再帮我弄进医院,我会没命的。 男人应气地见眉一条,隐约中想起了医生是说过这种话的。 你放开我,这大晚上呢,容易擦枪走火,你再不放开我,我可就叫人了。 秦为浅挣扎了好久,也没能从风九祠那钢铁般坚硬的双臂里挣脱出来。 算了吧算了吧,爱咋咋地吧,他直接就不动了。 本来风九祠只是不想让秦为浅跑,谁知道秦为浅连站都懒得站起来了,要不是他有手圈着,秦为浅能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。 风九祠依旧觉得有些好笑,站直点。 女孩依旧一动不动的,风九祠索性直接松开手,扑通一下,秦为浅整个人狠狠地砸在地板上。 松手前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啊。 怎么样,舒服吗? 我舒服你个头。 起来,去给我放水,不要泡澡。 我家没浴缸,总裁要泡澡回自己家去。 去找一套睡衣给我。 我家也没有男人可以用的睡衣,你想要,自己出去买,或者直接住酒店,反正酒店离这里这么近。 既然什么都没有,很好,等会儿上你床的时候,你再好好斟酌一下怎么回答我。 男人非常生气地进了浴室,不一会儿,秦为浅就听到里头传来哗哗的水声。 风九子还真的直接在他家里洗澡了,完全就没有要走的意思,秦为浅也是真服了他了,他赶紧黑着脸去敲痘痘的房门。 妈咪。 关门那么快干什么,你刚才是要造反吗? 没有啊,妈咪刚才不是忙着和风叔叔讨论二胎的事情吗? 我一个小孩子也帮不上什么忙,只能回房间躲着了。 你别听你风叔叔胡说八道,根本就没有的事。 去那边抽屉,把那套新的睡衣拿出来,去浴室,给那混蛋送过去。 妈咪为什么不自己去? 我困了,想睡觉去了。 送过去了你再睡。 风九子洗完澡出来,家里头的一大一小都不见了,两间房的房门都是锁着的。 这一晚上,风九子睡在客厅,沙发真的特别小,风九子又特别高,睡起来真是特别难受。 但他又不愿意走,一直憋了一肚子的火气,才忍到了早上。 好不容易听到有了一些动静,风九子正在寻思着要抓秦薇钱好好发泄一下。 没想到出来的却是豆豆这个小奶包,可怜兮兮地揉着小肚皮说自己饿了。 他只能强忍着怒火,去给宝贝儿子做早餐吃。 春起准时准点在楼下候着,就等着亲自送风九子回公司。 他们都在楼下坐了十多分钟了,秦薇钱还没起床,导致最后早餐是风九子做的,儿子也是风九子喂的。 就连秦薇钱那洒落一桌的文件也是风九子收拾的。 现在到底谁是老板呢? 风九子真是越想越生气,这些事是他一个老板做的吗? 总裁,您这脖子怎么了? 开着车的陈奇无意中看了风九子一眼,发现风九子的肩膀和脖子都有些歪。 落枕了。 总裁要不要去按个膜? 不用。 哦,好。 陈奇点了点头,又忽然想到秦薇钱没上车。 总裁,我们确定不把秦助理一块接去公司吗?万一他不高兴了,这一个早上都不搭理您怎么办? 到底我是老板,还是他是老板? 对不起总裁,我错了。 开车。 秦薇钱没能赶上风九子的顺风车,终究还是迟到了。 这一个月的全勤奖现在全没了,一整个早上都是气呼呼的。 风九子大概是为了报复,昨儿晚上睡了一宿沙发的丑。 早上给秦薇钱安排了很多工作,就连本该陈奇做的会议记录,现在全都交给秦薇钱了。 这还不算。 中午下班时分,所有人都在食堂吃饭。 午休就秦薇钱一个人在加班,气得他牙根痒痒,打电话给徐烟吐槽。 你让人家那么大个人睡了一宿沙发,落枕不说还得给你们母子俩煮菜做菜,换成我我也会生气的呀。 车要是我都给他了,又不是我让他睡我家的。 这你就不懂啊,风九子这摆明了是想泡你啊,怎么可能回酒店住呢,想都不用想。 他为你付出这么多,就是想跟你睡觉,你就算不跟他睡,那也得把他当个人看吧。 咱们能好好说话吗,别动不动就扯睡觉的事,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你可别不承认,逗逗都跟我说了,风九子这是要跟你生二胎。 好了,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,谁要跟风九子生二胎了。 电话另一头的徐烟哈哈大笑。 你别开我玩笑了,我还在公司,这人多。 哦,好,那我挂了。 看到邮箱有人给自己发来邮件,打开看了才知道是萧金云手下的副总发过来的,说他的策划案有问题。 秦为浅仔细检查了两遍,还拿去给风九子看了一遍,这方案没问题。 一心珠宝那边,不签字。 风九子醋梅拨通了萧金云的电话,而接通的人却是他的副总。 对不起,风总,我们大小姐今天不在公司,这两天公司所有的事务都由我来接受。 那个策划案写的是很不错,但不够隆重气派,成本太低了,不符合我们大小姐挥金如土的气质。 让你们大小姐打电话给我,我没空跟你废话。 大小姐最近身体不太好,我也联系不上她。 风总若是想要联系大小姐,只能自己打她的私人电话。 挂断电话之后,拨通了萧金云的号码,电话倒是接通了,但是电话另一边的萧金云却是有气无力的,问三句回答一句,连话都说不清楚。 你有病吗? 你才,你才有病。 那你说话怎么接吧? 我没,我没接吧,我就是,就是快了。 现在是小五一点钟,你就算睡午觉也该醒了。 我,我睡了。 迷迷糊糊地说了三个字之后就没动静了,不管风九辞说什么都没任何的回应。 后来她又给萧金云打了几通电话,依旧没人接,于是联系了陆慧锦。 金云最近身体不好,你没事别打扰她。 她怎么回事啊? 可能感冒吧,昨天洗澡的时候自己眼花了,摔了一跤,一整晚都没睡好。 估计今天白天补觉去了,有什么事你找我就是,别影响金云休息。 你下午有空? 没空,下午有个会议很重要。 你抽空带着萧金云去医院做一下检查,看看是不是哪出问题了。 萧家家里就有几个私人医生了,给金云看过了,也说没毛病,你等她睡个一天半天估计人就没事了。 随便你吧,风九辞挂断电话,策划案回去精修一下,下班钱给我。 好。 却迟迟都没出去,还有事? 那个,我今天能不能提前下班? 去哪儿? 我想去看看萧金云。 她现在生病了,你过几天再去也不迟。 她要是不生病,我还找不到她,生病了刚刚好。 你想去萧家? 就去看看。 秦威浅还是觉得不大放心,总感觉好像有哪儿不对劲。 好,五点钟下班,我让陈琪买点礼物,我陪你一起去一趟萧家。 秦威浅一听风九辞也要去,一时有些迟疑。 怎么,我去也不行吗? 不太好吧。 哪里不好了? 等你被萧家的人按在地上摩擦就好吗?